畫面中看到白煙飄散在空中 路燈下還能照出薄薄白煙 10點多就有味道了 燒焦的味道 在燒木材燒什麼東西 高雄市消防局14號晚上10點多 接獲多起民眾報案 在南子區與大社區空氣中 充滿白煙並掺雜濃濃的燒焦味 造成民眾不安 景消與環保局人員四處搜尋 排除農物或是水蒸氣造成 疑似是燃燒雜草 現象於就是燒露天燃燒雜草或是樹枝之類的 目前環保局人員還在找尋 起火點檢測空氣品質跟PM2.5都沒有超標 詳細的煙霧造成原因 還有在進一步調查釐清